相遇相识有天意,相知相守靠人为,有道是,一切诸果,皆从殷起,万法不离天定,感情的起源是一场缘分,婚姻的长久是一次因果轮回,夫妻能走到最后的,一定都有以下三点,看看你有吗?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佛学禅语。 一是三观一致,容易幸福。 论语上说,道不同不相为谋,至不同不相为友,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任何一段长久的关系,都一定有着一致的频率,否则只会分崩离析,所以说,友情未必可摆手,三观一致才能幸福。 宋代著名女诗人朱书珍,就经历了一段极为痛苦的婚姻,出生于光幻之家的朱书珍,从小家境优渥,饱读诗书, 在当时崇文言武的宋代,朱书珍心目中的理想情郎,自然也是诗词歌赋无遗不经的,可惜的是,父亲把他许佩解了一个胸无点墨的惯例。 一开始,朱书珍对丈夫充满幻想,希望多与丈夫沟通来增进感情,可惜的是,朱书珍的真情,换来的只有丈夫的恶言恶语,拳脚相加, 和这样粗笔浅漏之人相处在一起,朱书珍痛苦不堪,满度的诗词,没人欣赏。 甚至没有一丝共同的志趣与爱好,二人的婚姻生活渐渐背道而驰,多年以后,朱书珍选择跳河自尽,结束了这段不幸的婚姻, 三观背后,藏着的是两个人的成长历程,思维方式,你喜欢看电影,他嘲讽你,花钱不值得,你享受随遇而安,他讥笑你不知上进,你甘于柴米油盐,他不屑你满身油烟。 明明是一场互诉中长,到最后却成了鸡同鸭讲,连话都说不到一起的夫妻,永远无法做到理解和包容,就想穿新一双磨脚的鞋,磨合得越久,只会越痛苦,又该怎么度过这漫长的余生呢? 婚姻生活就像合伙建房,只靠一个人的努力远远不够,想要走得长久,还要看三观能否契合,所谓的门当户对,最重要的不是门地的匹配,而是三观的一致,正所谓,圈子不同,不必强容,三观不合,不必同行,真正长久的婚姻,一定都是三观一致的。 二是信任彼此,越过越好。所谓,十年修得同传度,百年修得共枕眠,两人相遇相识有天意,相知相守靠人为,彼此信任和坦诚,是一段婚姻能持久的基本前提。 有这样一个实验,要求一个人戴着眼罩。 在另一方的搀扶下,过一条马路再回到起点,只要成功,就可以获得价值不菲的奖品,简单的要求,引得不少夫妻,情侣报名参与,可真正能拿到奖品的人,却寥寥无几。 原来,蒙上眼睛的人没走几步,就会被耳旁的鸣笛声影响,信任就在这一刻瓦解,人也会不自觉地摘掉眼罩,自然无法走到终点,婚姻中也是如此,只靠相爱,终会半途而废,唯有彼此信任,才有往后余生。 两个人一旦有了猜忌,就会生出间隙,纵然同床也是一梦,古语云,结发为夫妻。 恩爱两不疑,猜疑是最无谓的事情,猜疑多了,就算没事,也会无端声势,听见手机响了,就疑心有人了,看见和旁人笑了,就担心出轨了,婚姻中最大的忌讳,就是猜忌,长相知,才能不相疑,不相疑,才能长相手。 两个人,从相遇到相伴,是个漫长而又平淡的过程,拥有信任,才是幸福最好的保鲜计。 三世珍惜感恩,相守到老。 老贝常说,一日夫妻百日恩,百日夫妻身四海,感情是相互的,能成为夫妻不容易,不要等到错过了才懂得珍惜。 有这样一个故事,有一对卖烧饼的老夫妻。 稍有不顺心,就会互相抱怨,大发脾气,这天生意太忙,两人又吵得不可开交,丈夫大吼,我都累成这样了,你还不知足,你再这样,我就不客气了。 妻子不甘示弱地嚷道,活我又没少做,你只知道你自己,有种你就来,我也不活了。 眼看两人愚吵愚烈,隔壁的邻居上前大喊,来人啊,这里有免费的烧饼啊,快来拿。 夫妻俩着急了,急忙上去护这烧饼,那人却笑说,你们反正谁也不在意谁,人都不想活了,还要这烧饼有什么用,顿时。 夫妻二人陷入了沉默,一个家庭,最可怕的不是贫穷,而是不懂感恩,家不是战场,若是只有指责抱怨,缺乏温情体谅,感情自然越来越淡薄,能相守到老的家庭,往往感恩多于挑剔。 夫妻天长地久的相伴,离不开感恩的保驾护航,感恩,是理解,是珍惜,唯有真是对方的付出,才能少一分挑剔,少一分抱怨,少一分指责,这样的家庭,才能夫妻恩爱,白头偕老。 夫妻能否相伴到老,跟双方的性格有关,有的夫妻双方性格差异很大,在待人接物方面的方式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。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,一对夫妻当中,妻子的性格比较急躁,做事比较雷厉风行,有什么事情就想马上去解决,而且要解决得快准很,但是恰巧,男方性格比较慢,处事不急不躁,这样妻子看到丈夫的处事风格就会觉得急躁,从而造成双方吵架,长期以往对夫妻感情非常不利,很有可能造成这对夫妻分道扬镳, 当然,并不是说性格有差异的夫妻就难以相处长久,如果他们能够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,互相包容对方,他们的婚姻必然能够长长久久。 其次,还和他们的人生观有关,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,家庭背景不同,人生观不同,有的人想闯感干,立志要做出一番大事业,勇于追求刺激并且贯彻到底,有的人只想有一份安稳的工作, 过平静闲适的生活,有的人自有家境不错,买东西总是大手大脚,可能不看价钱就把东西给买了,买东西时可能总是更加注重品质,而不在意价钱, 有的人自小生活拮据,每一分钱都精打细算,绝不浪费一分一块,如果是这样,消费观念差异巨大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。 很容易就会产生矛盾,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,门当户对的夫妻有可能更容易长长久久,两个人在成长环境,消费观念等等方面趋于相近,这样才不至于觉得自己难以融入对方的生活,也更容易长长久久地走下去。 能否进行沟通和互相理解,也和夫妻能否相伴到牢有关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,就算结为夫妻,也不代表我们个体之间的差异就消失了,和人之间有差异,那就很容易产生摩擦,产生矛盾,产生矛盾并不可怕,关键的是我们如何面对矛盾。 如何分析矛盾,如何解决矛盾,当产生矛盾时,如果夫妻双方能够进行沟通,能够充分阐述自己的想法,能够心平气和地和对方一起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,客观地分析对待问题,夫妻双方互相理解,互相尊重。 那么当问题解决,夫妻自然能够长久地走下去,但是如果夫妻之间产生矛盾时,两个人都只顾着吵架,一点也不在意对方的想法,不尊重对方,那两个人难以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讨问题的解决办法,问题就会越积越多,最终造成两个人分道扬镳。 被利益束缚的夫妻,终究要败给利益,元宝聚,是北魏孝文帝元宏的孙子,北魏灭亡之后,建立了席位,元宝聚被宇文太推出来,做了皇帝,路人皆知,这个皇帝是受制于人的,可做也可以不做,可是,元宝聚做了,他的劫发妻子已服侍,也没有反对,高处不胜寒,这样的道理,我们都懂得,但是很多人却一直奔赴高处, 宁愿每天都战战兢兢,元宝聚夫妻也是如此,以服侍生活节俭,处处谨慎,没有嫉妒心,但是宇文太逼着元宝聚妻,并且娶柔然部落的公主玉酒驴室为妻。 扩大势力,也稳定边疆,玉酒驴室心眼很小,逼着以服侍出家为妮,然后予以谋害,说来说去,一对夫妻被利益困住了,那就只能受制于人,然后在利益变卦的时候,走向萧王,现实告诉我们,很多夫妻一开始就是图对方的利益,拜金女,穷小子爱千金,一开始是轰轰烈烈的,后来得到了利益,就开始撕裂感情了。 当然,也有很多夫妻被两个大家庭束缚,也就是为了扩大家族实力,才通过联姻的方式来强化关系,结果,两个大家庭闹翻了,联姻的夫妻,就变成了仇人,毕竟各自的站位不同。 有位作家说,颓丧的家庭氛围,浸泡久了,散彼和容易,这世上,所有久处不厌的伴侣,不是天生绝配,而是他们懂得给生活注入感恩之心,夫妻之间是相互的,唯有彼此用心,感恩珍惜,才能真正历久迷心,愿得依人心,白手不相离,从始至中相依为命的是夫妻,生病卧床,彼此陪伴的是夫妻, 年老之际不离不弃的也是夫妻,真正能让两个人走到最后的,少不了契合的三观,彼此的信任,和心底的感恩。 拥有这三样的夫妻,才能天长地久,幸福绵长,家和万事皆幸,你们占几样呢?